昨晚2024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战 上演收关战 中国女排迎战精锐进出的意大利女排 最终0比3不敌对手 澳门战比赛后世界排名遭日本反超 本届式联赛澳门战汇聚了多个 与中国女排竞争奥运资格的对手 意大利女排目前尚未锁定巴黎奥运资格 此战势在必得 在交手记录上 中国女排此前对阵意大利女排吃到四连败 在2023年世界女排联赛 中国女排曾五局不敌意大利队 结果谁会想到 中国女排一局都没有拿下 进入到第三局更是大比分溃败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女排的球迷怎么能接受这个结果 所以在比赛结束过后 很多球迷都把责任怪罪在主教练蔡斌的身上 责怪朱婷这一场没有首发 然而实际上回顾全场比赛可以发现 有一位球员的表现更加糟糕 恰恰就是因为她的失误问题 连累了整个球队的节奏 最终输掉比赛 这一名球员就是中国女排的首发 二传手刁林宇 在上一场对战泰国女排的比赛中 尽管中国女排靠着朱婷和李盈盈 这两位主攻手的强势发挥 最终拿下比赛的胜利 但是二传手刁林宇的问题依旧非常多 更别说在之前对战日本女排那场比赛 刁林宇更是拖后腿斑的存在 到了本场对战强敌意大利女排 刁林宇毛毛躁躁的毛病再度发生 全场比赛她一直非常紧绷 各种传球不到位 问题失误相当多 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蔡斌却依旧给予刁林宇 足够多的首发时间 这无意让很多球迷想不通的地方 恰恰是因为蔡斌的一意孤行 让刁林宇占据了过多的时间 拖了整个球队的节奏 最终中国女排非常遗憾 越打越糟糕 到了第三局 心态完全崩掉 提前进入垃圾时间 最终输掉比赛一点都不奇怪 当时由于表现比较差 就连刁林宇曾经的队友 惠若琪都忍不住在直播间中 点名批评 建议她应该暂停冷静一下 调整一下自己的节奏 要知道 惠若琪过往是很少批评 中国女排球员的 从中可以看得出来 刁林宇这次的表现真的不及格 说实话 虽然这两年 蔡斌接管狼平的位置 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之后 给予刁林宇这名球员 更多的出场时间 但是实际上 从能力上来看 刁林宇根本就配不上首发 就像上一场 对战泰国女排的比赛中 前中国女排主力队员李颖 在央视解说的时候 明确指出 刁林宇距离优秀 二传手的距离还有很大 说白了 刁林宇就只是替补的选手 结果却被蔡斌 当作是宝贝一样用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女排二传出现问题 又怎么能串联起一次 优秀的进攻 如此看来 这一次中国女排输掉比赛 并不完全只是 朱婷没有登场而已 二传包括防守这些方面 都出现很大的问题